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兔莎比 YA 今天呢 這影片是要來帶給大家五個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 Rainbow Six Siege 裡面地圖的彩蛋 那我要先聲明 其實這影片應該是要早一點就出來的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錄影的時候 我發現聲音什麼都沒有調好 所以剪輯的難為之下 後來還是決定直接重錄 Anyway 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進入我們的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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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蛋 OK 首先我們的第一個彩蛋 是在我們的芝加哥豪宅這張地圖 二樓兒童房 二樓這邊兒童臥室 好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二樓兒童臥室這邊的 呃 床的這邊 左邊有一招船 上面有一個章魚 那右邊是一隻大章魚 那其實呢 在左邊的這個小章魚 你打它一下 它會變大喔 有沒有很可愛 就瞬間 變得跟右邊這個章魚一樣大 一樣可愛了 YA 那接下來要帶給大家的第二個小彩蛋 是在我們的平民窟這張地圖 好的 我自己覺得這一張 如果是攻擊方比較容易找到 就是從我們的外部市場的地方直直走 就可以看到兩個足球門 那這一張那個平民窟的地圖 它的地點其實就在巴西 那大家想到巴西應該 運動就會想到足球吧 那其實這張呢 你只要把它的足球 踢進球門 也不用用 不是用踢的啦 是用打的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到 它會有一個很小聲的歡呼 然後我們的第三個小彩蛋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點可怕耶 它是在我們的運河這張地圖 那如果是攻擊方的話 那個彩蛋的地點是在建築工地 也就是整張地圖的最右上角 船尾的部分 好的 如果你攻擊方的其實點 就是選在建築工地的話 那其實就是這個點 直直往前走 有沒有看到這一艘貨櫃船上面 放了非常多的貨櫃 那當你朝這一排 最右邊這一排 貨櫃的最底下 那丟一顆手榴彈的話 好的 剛剛攻擊方的時候 出了一點小小的意外 沒關係 如果你是防守方的話 那你要找這個彩蛋 它比較接近 那個選擇的首點是在 二樓的地圖辦公室 那你這棟建築物出來之後呢 一直直直往右走 走到底 好 沒有關係 剛剛我們破片丟不成功 沒關係 我們現在有我們的 衝擊手榴彈 一樣打最底下這個紅色貨櫃 大家剛剛有沒有聽到 裡面好像有一個男生的聲音說 什麼東西 I'm here 好的 那其實 我自己玩這個彩蛋 它其實有不同的聲音 而且呢 其實你不只有用那種 碎片 跟衝擊之外 其實ASH跟Sophia的爆破榴彈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用C4的話 你丟超過地圖邊界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你的炸彈燒毀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用Sophia來試試看 一樣選擇 建築工地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用Sophia的爆破榴彈試試看 記得一樣是這一排貨櫃最底下這個喔 好 大家剛剛有沒有聽到 我發射了一顆榴彈之後 裡面傳來了 那個敲擊這個貨櫃的聲音 咚咚 然後說 誰誰誰 I'm here 好的 接下來我們的第四個彩蛋 是在我們的塔樓這一張地圖 那基本上你想要看到這個彩蛋 首先第一個是 你必須要是攻擊方 因為只有攻擊方才有小車車 那除了需要是攻擊方之外呢 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的圖像 設定陰影這邊 必須要至少是 中或是高 如果是低的話 你是看不到這個彩蛋的 好我們趕快選一個吧 只要不是電車那種不能跳的車都可以 我剛剛是希望可以選一個 跑速快一點的 例如說 攻擊方喔 IQ吧 IQ是三速的 然後我剛剛不然選錯了 OK 我們這個彩蛋在我們的餐廳這邊 對 接近餐廳這個點 有沒有 就是 我們這邊 這個地方是餐廳 那 這個點也常常會選到 那 其實在餐廳這個地方的隔壁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小櫃子 小箱子 對面也有一個 看起來有點不起眼 好的 我剛剛不然選了一個 跑速沒那麼快的角色 沒關係 我們現在就 立刻前往餐廳這個地點吧 旁邊 跳進來 的 右手邊 這一個盒子 好的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無人機撿起來 這盒子呢 首先你必須要把它 擋獲 再打 好 沒關係 可以放車就好 好 我們把我們的無人機放進來囉 潛入這個盒子裡 這盒子其實有一個小夾層 是可以跑進來的 那跑進來之後呢 這個小空間 有一些韓文書籍 還有一個不知道什麼東西的箱子 跟一個小碟子 在我們把這個書籍弄倒之後呢 出現了一個通風管道 那沿著我們的通風管道進入呢 衝啊 我們來到了一個小空間 有沒有超級酷的對不對 這小空間 看起來 人進來是非常勉強耶 而且這附近 就只有這個通風管道可以連進來 很酷吧 而且大家很故意也在我們通風管道這邊過來 放一個牌子寫 Danger Do not enter 危險 請勿進入 然後就是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黑影 這黑影 這剪影呢 是不是長得很像我們 紅彩六號圍攻行動的那個 算是Logo嗎 還是起始的畫面 那它是來自於這邊 這個手電筒照了這個 很像書檔的東西 然後就會投射在我們的牆壁上 那為什麼我剛剛說 我們要看這個彩蛋 必須要陰影品質要調高呢 因為如果你陰影品質是低的話 我是只有試過D啦 那它就是看不到這個陰影 有點可惜 那就是其實呢 在這張塔樓地圖裡面 有非常多這種小公仔的彩蛋 可是它有些地點實在是有一點刁鑽 所以我就不一一帶大家去找啦 反正就這個小彩蛋超可愛的吧 這個應該是Smoke吧 這個人 或是EMP 欸它是Smoke還是EMP啊 實在是看不太出來 不過這個小空間大概就只有這樣了 沒有其他的就是彩蛋了 然後地上的貼圖材質滿可愛的 就是一些文件 整個就是一個我覺得算是滿驚喜的一個小彩蛋 好的接下來今天要帶給大家最後一個彩蛋 是在我們邊境這張地圖 那這個彩蛋呢 你要看到它 你一樣也必須要試攻擊方 就是有點不公平 因為攻擊方才有小車車 沒辦法 好的我記得這個彩蛋的位置 好像是在這一棟建築物的 呃材料室的樣子 一樓大門進去沒多遠 我們先開車來看看 嗯好像就是這裡耶 研究一下 沒有錯 就是沿著這個通風管的鏡頭這邊 其實有的地方是可以上去的 呃我是指可以丟車上去的 我記得那個地方是一個叫做彩料室的點 欸好像不是這個門耶 沒關係我們也進來看看 嗯OK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把我們剛剛的車車撿回來 啊我的車咧 啊在這裡 就是呢朝著彩料室這邊外面的這邊 呃通風管的這個地方 丟一輛車車上去 有沒有還算滿好上來的吧 然後呢有沒有看到我在底下 小心翼翼的 開到我們通風管的鏡頭 哦到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呃紅彩六號尾攻行動這款遊戲 它的光影細節 一直都是做得非常的好 那像就是連通風管像那種 骯髒污漬的感覺都有做出來 不過大家有沒有覺得這一這一 這一坡污漬有點不太對勁呢 其實仔細一看 這三個好像是某三位太元的剪影耶 有沒有看到 右邊這位女生看起來應該是ash吧 覺得長得有點像 中間不知道是哪一位 左邊可能是smoke或EMP吧 總之這彩蛋非常的可愛對吧 而且它藏在一個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其實我發現今天的這三個彩蛋 它所在位置都是你 基本上要嘛就是你點的隔壁 要嘛就是你的必經之路 所以呢下一次玩紅彩六號尾攻行動的時候 別忘記特別留意下你附近周遭的地方 說不定會有發現小驚喜喔 好的在我們影片結束前 我要來告訴大家一個算是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這算什麼耶 小小的知識嗎 就是呢如果大家想要像我剛剛那樣子 一個人錄影的話 其實呢我們可以來我們的開始遊戲的 多人遊戲的自訂遊戲的地方 選擇區域網路 這時候你建立任何伺服器 你都是可以一個人就開始玩的 如果呢你今天選擇的區域 而你選擇的網路的地方 是在線上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至少兩個人才可以開啟遊戲 這算是一個小小的地方 就是關於兔子我自己在研究怎麼錄的時候 沼子要找非常久 後來才發現 欸呀其實就在這裡 好的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我現在是2日 3月3月6號的晚上9點29分左右 那就是我們接下來 大家有沒有看到主頁這邊有一個定期維護的時間 38分鐘後 沒有錯 就是在這個維護時間一過 就來到了我們下一季的 洪彩六號的下一季 也就是我們的CAMERA OPERATION CAMERA 那這一季其實我非常的期待 因為它同時也會更新一個 新的暫時性的模式 叫做OUTBREAK 有點類似瘟疫模式吧 總之到時候會再拍影片給大家 好的我們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另外其實呢 我上一次第一次在錄這部影片的時候 有發生一些很有趣的小插曲 雖然最後片段我沒有使用 但我之後會把它剪成精華期 幕後花絮集上傳 大家要記得去看喔 掰掰